清朝末年,一位學者因為患病而偶然發現甲骨紋 成為了解中國最早王朝,因傷的線索 1899年,中國首都北京城外,一個叫流離廠的地方 靜靜地躺著歷史九縣的古董以及並排的古籍 外耗者多數都是學者和有錢人,王依榮就是其中一位了 王依榮有著等於國立大學校長的名譽地位 主要研究古代的青銅器和石碑的銘文 因此習慣經常去到流離廠尋寶 有一次,王依榮為患有藥質而煩惱不易 因此就打算嘗試一下聽說對藥質很有效的龍骨 買到回家的龍骨偶然被同為學者的同伴劉岳發現表面黑有細小的文字 劉岳對王依榮說 文字的形狀和古代青銅器的銘文很相似 這樣就引起了王依榮的注意,於是立刻著手調查 之後他發現,或者這些文字存在於被青銅器時代中央古老的年代 王依榮火速說到藥房,信問這些龍骨是在哪裡來的? 對藥房來說,骨頭的產地是商業機密 在王依榮再三追問之下,藥房老闆說了謊 王依榮發現被騙後,決定去到各個藥房將龍骨全數收舊 經過研究得知,所謂龍骨實際指的是牛的肩甲骨和龜的甲殼 而對上面的文字研究結果得知 古代占卜師會將骨頭用火分 等出現裂縫時再用它的圖形來占卜吉凶 而且將結果以文字刻在牛骨和龜甲上,因此被稱為甲骨文 這個甲骨文字來自於當時還沒辦法斷定它的真偽 像夢幻傳說般的商朝 就是因為王依榮和劉鵝兩位學者的慰眼 讓沉碎了三千年的古文字甲繩 而且成為確實的考古根據 這個在世界的考古歷史上是摧殘光輝的一刻